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不会入手这件都在外套 再来是他们家这一次出了两件衬衣夹克 有一件是我比较不推荐的 有一件是我觉得可以买回来尝试一下的 不推荐这件它的整个版型会比较偏直筒 然后我觉得它整个给人的感觉会比较偏死板一些 我觉得可能对于平常日常穿搭的一个使用钱来讲 就不是说非常的高 要把它搭得很时髦很好看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另外一件相对来讲我就会更喜欢一些 首先是它是有一个腰带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可以很好地做出你的腰线 那再来呢它是一个更加偏外套的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所以无论你是把整个扣子扣起来 把这个腰带系起来当一个单衣去穿 还是说把它当一个外套去穿 我觉得都还是蛮实用的 而且官网呢这个模特图呢 它只一套黑色的这个搭配下来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时尚感在里面的 而且还是看上去比较高级感 所以这件衣服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考虑看看的 再来呢是所有这个外套里面我个人来讲最喜欢的 就是这件西装外套 西装外套呢也是每年U系列 他们家比较备受关注的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所以这一次呢我依旧会入手一件这个西装回来试一下 西装这次出的这三个颜色呢 我个人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实用 所以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吧 我自己目前呢是在白色跟卡其色之间就是在纠结 还没有想好 我觉得我可能买白色这个可能性会更加高一些 那再来呢是他们家每年都会出的这个风衣外套 他们家这个风衣外套呢 今年出了一个短款的娃娃装饰的这样子的一个风衣外套 其实这件风衣外套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算是蛮俏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整一个版型呢是一个A字的一个散状的一个版型 相对于传统的这种风衣的这种长版的这个外套来讲的话 看上去设计感呢相对来讲会更强一些 但是因为根据我往年买他们家的这个风衣外套的一个印象不是说特别的好 所以我这一次呢应该是不会入手他们家这个风衣外套的 特别是他们家这个防水的风衣外套 我觉得上升以后呢不是说特别的舒服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面料就是给我感觉它的一个塑料感会比较的强 反正总的来讲我就不是说特别的喜欢 因为我自己没有亲眼见到这个食物 单单看这个官网的这个图片的话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风衣的材质总的来讲会比较偏薄 我觉得穿上升以后呢肯定也是没有那么的友情 所以呢我就不考虑入手他们家这个风衣外套 我把电脑放下来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电脑实在是太累了 那个电脑太重了 我现在换成手机来给大家来说 再来呢是针织杉根毛衣的部分 那第一件我会入手的呢是这件有一点点剪型剪材的这件针织的背心 这件针织背心我个人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这个肩位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做了一个有一点点圆弧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然后袖的部分呢它是有一点往外凸出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针织背心穿上升以后应该会显得你整个体大会更加挺拔一些 这件背心呢我觉得无论是单穿还是搭配一个衬衣在里面穿 应该都会蛮好看的 所以这件针织背心呢我会买回来试一下 再来呢是这件半高领的针织长袖 我觉得这件针织长袖对于春夏这样子的季节 它的一个穿搭使用性还是比较高的 就属于那种不是特别挑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但相对来讲呢这件衣服的一个设计感也没有那么的强 看上去呢也会比较偏普通一些 那因为我自己的衣服本身也比较多 所以这件衣服呢我这件是不会考得入手 再来呢是这件五分秀的螺纹针织长衫 这件衣服呢我个人不是说特别的推荐 我觉得它整一个版型呢会过于的宽化 穿上去以后呢会容易显得人不是说特别的有精神 而且会显得你的上脉身会比较的快 所以这个衣服呢我个人就不推荐给大家 Vily的针织开衫 这件针织开衫呢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这种针织开衫大家春夏天的时候 在里面搭配一个随发的小裙子 就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它的一个使用性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的衣橱里面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件针织开衫的话 我就可以考虑入手一件看看 当然是这件螺纹的圆领针织衫 这件针织衫呢我个人就不说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不说特别特别瘦的妹子 这件衣服穿上身以后 很大机率会让你的这个上脉身会显得比较的胖 所以因为这件衣服呢整一个版型会做的比较紧身的一个设计 所以蛋白有一点点的这个坠肉很容易的就显现出来 另外一件呢是这个3D圆领的这个针织长袖 说实话我自己非常非常的纠结要不要入手 因为我之前入手过他们家的一件这个3D剪裁的这个针织衫 我觉得上身以后我就是真的不是说特别的好看 真的显得人挺胖的 我在之前的这个U系列视频里面 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不是说特别的喜欢这个3D剪裁的这个针织衫 但是因为他们家新出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包括它这个领丝的部分呢 也是做了一个大圆领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可以很好地露出你的这个脖子 以及锁骨这边的线条 也会显得人会稍微瘦一些 其实非常非常种草 这个橙色以及这个薄荷绿这个颜色 所以我应该还是会买一件回来试一下 看会不会跟以前一样 就上身因为会比较显胖 再来呢是这件Polo真身衫 这件Polo真身衫呢 我觉得它的一个版型剪裁还是挺好看的 下腰腹的部分呢 是做了一个束腰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大家如果是搭配一个高腰裤去穿的话呢 我觉得就挺合适的这样子的设计 因为就塞进去不会增加这个腹部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感 包括它这个袖口的部分 也是做了一个束口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这个衣服呢 我觉得如果你平常是比较喜欢穿Polo衫的妹子的话 我就可以去买一件这个回来尝试一下 再来呢是T恤和运动衫的部分 这一次呢一共是有三款这个长袖的这个运动衫 那这三款呢我自己个人就不会考虑入手 那第一款呢是上一个季度就已经有出的 这个半高领的这个长袖T恤 那这个T恤呢我自己就没有入手 因为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它这个半高领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脖子的线条不是说特别的修长 那种半高领的设计呢穿在我身上就不说很好看 那再来呢是另外一件稍微宽松一点 然后领口也做的相对来讲大一些的这个长袖的这个运动衫 那这个相比那一款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领口的部分呢相对来讲就做的没有那么的高 领口的部分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运动衫呢 总体来讲设计感不说很强 所以穿上身呢我觉得会给人感觉比较像睡衣的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说特别推荐这个长袖的运动衫 如果大家是实在想买一款这个长袖的运动衫呢 我个人是最推荐这一款半拉链的这个运动衫 因为它这个拉链可以拉下去 在里面呢也可以搭配他们家这个U系列的这个 非常经典的这个短袖的T恤 就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可以搭在里面 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有层次感的一个叠搭的穿法 所以这个长袖运动衫相对来讲是这三款里面 我们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那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圆领T恤 这个衣服呢大家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就是可以避炎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单品 T恤呢也是我之前在优衣库的年度最爱的那只饰品里面 也有跟大家推荐过的 所以这个呢就不多说 那再来因为他们家这个短袖T恤呢 真的受到非常非常多人的喜爱 所以他们家今年呢又多出了几款 这个款式不一的这样子的一个T恤 第一款呢是他们家出了这种 Polo的圆领的这样子的一款短袖T恤 这个T恤呢我自己是肯定会入手的 因为它领口的部分我觉得剪裁非常的特别 它整一个的这个线条呢是有一点长方形的 这样子的一个线条 可以很好的去拉长你的这个脸型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T恤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 那再来这一件呢也是我自己这一次一定会入手的一件 Polo衫是这件有一点泡泡袖的这样子的一件 Polo衫我觉得这个设计呢也是蛮特别的 我觉得一件经典耐穿的衣服呢 就是像这样子的衣服一样就不会有过多繁琐的一些设计 但是呢它又跟传统的衣服相比呢 又多了一点闪光点 所以这个衣服呢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再来呢是他们家今年又新出了一个修身的T恤的版型 这款T恤呢跟之前经典的那款T恤相比的话呢 领口会做得更加的低一些 然后包括袖子的部分也是做得更长 上身的部分也是做得比之前的那一款会更加的修身一些 自己呢应该会挑一个颜色回来 就是上身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就是看一下经典的跟这一件哪一件上身以后会更好看 这件衣服呢它是出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颜色 包括还有条纹的这个版本的 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那他们家这一次呢出了一个修身的背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像这种背心的款式 我觉得在春夏天来讲是比较实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单品 如果你是非常非常瘦的妹子 其实单穿一个这个背心下面 搭配一个他们家的这个U型的这种破型的牛仔裤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针对来讲如果对自己的身材不是那么自信的妹子呢 也可以在外面就搭配一个外套 在春夏天做一个叠搭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衬衫的部分呢有一件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抢的一件衣服 就是这件薄纱的这件衬衫 这件衬衫呢我看国内淘宝是已经有上新了 而且它现在的马术还非常非常的全 挥入手的这个颜色呢是一件有点带灰调的这个深蓝色 我个人是觉得这种灰蓝色 配上它这种半透明的薄纱的一个面料 给人感觉看上去就会非常的高级有质感 所以这个衣服呢我是一定会入手的 再来这两款衬衣呢也是上一季秋冬的时候 就已经有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那我这件秋冬的时候呢是入手了一件 他们家这个绿色条纹的那一件衬衣 那件衬衣呢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火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那这一件他们家是继续有在出这样子的一个款式 我自己之前已经入手了一件他们家这个衬衣了 所以这一次呢我个人是不会入手的 如果你上一季是没有买到那件衬衣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不妨去看一下 他们家这个衬衣的版型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帅气的 而且他们家今年又新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而且都挺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那再来是他们家已经提前上新的这个牛仔衬衣 那这个牛仔衬衣呢我之前已经去店里面去试过了 这个白色黑色以及这个黄色的一个面料 相对来讲会比那件蓝色的这个经典的牛仔布来讲 会稍微的厚一点 我觉得上身以后效果最好的是这件经典的这个牛仔衬 因为它的这个面料相对来讲是最柔软最舒服的 因为这个衣服本身它的一个版型 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宽松 所以柔软一点的面料上身以后呢 显得就没有那么的快 再来呢他们家还出了两件圆领的这个上衣 一件呢是这种单凝牛仔的这样子的一个面料 另外一件呢就是这种棉的这样子的一个面料 这两件相比起来呢我会更加推荐这件棉质的 因为这件棉质的呢看上去会更加的轻薄清爽一些 而且它的这个颜色选择也会更加的多 我觉得在春夏天去穿呢给人感觉也会更加的清爽舒适一些 裤子的部分呢他们家也是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款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除了像这种已经非常经典的这种货型牛仔布是非常值得大家驱入手的以外呢 其他的这几款裤子里面呢我个人比较感兴趣呢 是他们家今天新出的这个高腰的男优款的牛仔裤 以及他们家这个修身窄口的这个牛仔九分裤 高腰男优款的这款牛仔裤呢我自己会入手的颜色是这个橄榄绿这个颜色 我觉得看上去会有一点点带灰掉这样子的一个绿色 还是蛮好看蛮特别的 这个牛仔裤呢相对我之前买的这个阔型的牛仔裤的这个版型来讲的话 也会更加的修身一点 所以这个牛仔裤呢我是比较好奇一下买回来试一下 再来呢是这个修身窄口的牛仔九分裤 因为我自己呢想找一款白色的好看的这种窄口的牛仔裤 那就是一直没有找着 那我这次看到他们家就出了这个白色这个窄口牛仔裤 我想说买一条回来试一下 而且这个裤子的裤型呢我觉得从这个图边上来看的话呢 它是上面吞腿的这个部分呢相对来讲会做的稍微宽松一些 那这个裤管这个部分呢相对来讲会窄一些 所以呢应该也会像一般的这种紧身牛仔裤会那么的显胖 所以我想说买一条回来就试试看 再给大家出这个测评 再来呢是他们家这个牛仔的休闲九分裤 这套裤子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看蛮特别的 它这个腰部的这个部分呢后面是做了一个松紧带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上市以后呢腰部那一块呢相对来讲应该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这个裤子的一个裤型呢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宽松直筒的这样子的一个裤型 相对他们家之前的那一款裤型牛仔裤来讲 没有那么的夸张没有那么的宽松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会更加适合大部分的妹子去穿 另外呢是他们在已经提前上新的这个裤型的这种斜纹的针织裤 这个裤子呢我之前去电影米级试穿过它的一个长度还是比较偏长的 那颜色上来说的话这四个颜色里面最显瘦的还是黑色 那白色那条呢我自己是有上身试穿过 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胖的 而且那个白色白的有点发挥 就是看上去就是有点脏脏的 不说特别的好看 所以白色那条呢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欢 除了黑色呢另外一个我比较推荐的是他们家今天新出的这三文鱼这个颜色 再来呢是这个斜纹针织休闲裤 这个裤子相对于刚刚那条裤子相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它的面料看上去会更加的轻薄一点 可能春夏天的时候去穿呢也会更加的轻敷透气一些 所以这个裤子呢我应该要选一个颜色回来试一下 但这个裤子就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的长 这个模特是1米75这样子的一个身材 它穿都已经是拖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所以他们家这个裤子对小个子妹子来讲可能还是不是那么的友好 但那是他们家这个直筒的九分裤 我觉得这个九分裤应该是说是对1米75个子的妹子来讲 才能算是一个九分裤子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裤子整个给你看上去的感觉呢就会比较的正式 包括它这个腰部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也看上去像是传统那种西装裤这样子的一个搭扣的设计 所以如果大家在长度上如果不合适 把它卷起来穿也会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这个裤子呢我并不推荐给大家 但是他们家今天新出的这套休闲裤 这个裤子它整一个的版型做的非常非常的宽松 裤脚的部分呢它是做了一个按扣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大家可以把这个扣子打开去穿 也可以把这个扣子扣起来去穿 如果是扣起来的话呢 整一个的这个裤管的部分呢 就会做的会比较的窄口一些 那整一个裤子看上去呢就是比较上宽下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这个裤子说实话 我觉得光是模特这样子穿 我都觉得看上去挺胖的 所以这个裤子呢我并不是说很建议大家继续去尝试 那再来呢是他们家的这个半身裙跟连衣裙 那这两条半身裙呢我觉得它的一个长度上来讲 会过于的偏长 看上去呢就会写的比较的拖拉 没有那么的有精神 所以这两条这个半身裙 我自己就不是说特别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是想入手一条半身裙的话呢 我会更加推荐这条有褶皱的这个裙子 这个裙子呢它的整一个的这个设计的风格 我觉得是比较偏俏皮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也比较的特别 包括它这个裙子上呢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口袋 都有活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从颜色上来讲呢 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去入手一个非常强眼亮眼的 这样子的一个黄色 那连衣裙的部分呢 我觉得大部分这个连衣裙的一个设计呢 看上去会相对来讲比较的这个平淡无奇 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两件连衣裙是我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第一件呢是这件带有抽绳设计的这个连衣裙 那这个裙子它的一个风格呢 我觉得是比较像COSM家这种比较简约 然后比较细冷淡风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如果大家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话呢 可以去买这件衣服过来尝试看看 颜色上来讲我会更加推荐黑色的这一个颜色 因为看上去呢 就整个给人的感觉会更加的高级有质感一些 下一条我比较推荐的连衣裙呢 是这一条衬衫式的这个连衣裙 那这个连衣裙呢 整一个的这个版型呢 是有一点点偏娃娃妆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自己比较种草的这个颜色呢 是这个三文鱼色以及这个亮黄色 会更加符合春夏天比较轻快的一个感觉 其实包括呢 这个深灰色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就看上去还挺有质感的 这个衣服比较好玩的一点 是它这个肩膀的处理 是做了一个褶皱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让你的这个肩线呢 看上去会更加的圆滑一些 同时也让这个裙子会更加的有这个蓬松造型感 再来呢 是我这一三文入手的一些男装的款式给戴哥 那第一件呢 是这件古巴林的这个衬衫 这个衬衫呢 整个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复古 而且这个衬衣上面还有一些 这个线条感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确实在不管是你把扣子扣起来穿 还是打开里面加一个背心这样子去穿 其实都非常的好看 有味道 所以这个衣服呢 我会买一件给戴哥 应该会选橙色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那他们家这个T恤的部分呢 也是我每一年都会给戴哥入手的一个款式 这件粉色拼黑色条纹的这一件 这个颜色呢 看上去非常的非常的特别 而且呢 给人感觉又比较的稳重 然后又不是时尚感 我觉得就算是女生穿也非常的好看 大家只要买就是比较偏小一点的马术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 因为戴哥自己本身比较喜欢穿针织衫毛衣这一类的这个衣服 所以这一次呢 我也选了三件给他买 那第一件呢 是这件罗温的圆领的针织衫 我自己会选择这个脏橘色去给他购入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 就非常非常的提气色 就是给这个春天会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色彩 所以这个呢 我会买这个脏橘色给他 另外一款这个针织衫呢 我会选择给他入手一个紫罗兰这个颜色 那为什么会选择紫罗兰这个颜色 因为紫罗兰这个颜色我觉得不是说大部分的这个男生衣处里面都会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所以呢 他给人的感觉会比较的特别 那再来呢 是这个紫罗兰这个颜色呢 他不像就是深紫色或是亮紫色那么的难驾驭 他看上去呢 会稍微的这个饱和度偏低一点 颜色呢 上升以后也会给人一种气质很好的感觉 所以这个颜色呢 我一定会入手一键给他试一下 再来呢 是这个针织开衫 这个针织开衫也是我一眼就相中了一个颜色 就这个电光蓝这个颜色 那这个电光蓝色呢 也是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穿上升以后就是给你一种非常时尚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不管是女生穿还是男生穿都会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个呢 我一定会给他买一件 而且我自己也可以穿 再来呢 就这种纯棉的衬衫 我应该会给他入手一件纯黑的这样子的一个长袖衬衬衫 然后下面搭配一个黑色的裤子 我觉得男生穿一套黑就是非常非常的帅气 所以这个呢 我应该也会给他挑一件去入手 包括这件棉麻丽领的这个衬衫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种棉麻丽领的这种衬衫呢 也是走一个比较韩泛的这样子的一个路数 如果大家的老公或男朋友是走这种韩式的这种穿衣风格的话 就不妨可以去买一件这种棉麻的这种衬衫 生夏天来讲棉麻的这种面料呢 穿上升以后又会更加的舒适透气 再来呢 我觉得这件格子的这个衬衣也非常的好看 我自己看上了这个深橄榄色这样子一个颜色 就它只一个的这个颜色搭配起来 跟的感觉就很特别很不一样 这个呢我有可能会考虑给戴哥入手一键回来看看 那以上就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会抓紧时间把这支视频剪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意外的话呢 下支视频应该是U系列的一个开箱测评的一个穿搭分享 U系列发售那一天呢 HM的16U系列也会在同一天发售 所以到时候呢 我也会购入一些单品 回来跟大家做一个测评穿搭的一个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分享 就不要忘了给我的这支视频按一个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